臉都正面 好,準備 一、二、三 沙中琦 如果要是有一天 你們突然看見了你們會怎麼樣 我叫孟懷彭,來自天津 在推拿裏飾演張一光 施眾那種感覺沒有平衡 然後會很怕 我叫韓芝悠,來自河南鄭州 在劇中演的是季婷婷 她缺乏的是性經驗 因為比如說女孩到達高潮的時候 她是演什麼感覺 我叫周雷雷 我是男同人 我在這個戲裡演小孔 他們是看不到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也不會給他們的命運 給他們的職業生涯帶來什麼東西 《沙中琦推拿東西》 歡迎你們 走了 這部戲我呆了八十多年了 那麼長的時間 你要保持一個狀態 我覺得能夠堅持下來 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 就是這些盲人演員 我們倆就關係很好 我發現她特別敏感 生活當中的一點點小細節 她馬上就能觸碰到 我們總認為她們是盲人 她們跟我們不一樣 其實盲人沒有這種人 她們該幹嘛幹嘛 上網 聽音樂 好牛 打電話 包舟什麼 你一樣 她們是一群真的盲人 她生活的這個 那肯定比我們要自主多了 我們必須完全放下去 你才能夠融入到她們的行列 我問問她們 她們打架 她們打架就是 你別讓我抓住 抓住你 我們不放 她們反而比正常人更狠 因為她們沒有安全感 沒有制定 如果你要抓住 她就把你往死裡打 很安靜的時候 你去觸摸一些東西 你反而會覺得 我們心裡有一塊兒就越來越明亮 你會越來越敏感 然後你會越來越清晰 這個拍戲的機會 不是每個人都會遇到的 你工作是平平淡淡的 一天一天這麼度過對吧 但你在80歲的時候 你會記得你曾經拍過一場戲 如果你沒有拍 你不會記得你這兩個月是做了什麼 我覺得有這樣的經歷 我的人生真的不是一般人能體驗到的 也不是一般人能經歷到的 我就想把他們的陽光的一面展現給大家 讓大家通過咱們這個電影看一看 真正的盲人演員 是什麼樣的 愛真的需要勇氣 愛真的需要勇氣 去面對流言蜚語 只要你一個眼神肯定 我的愛就有意義 你的真心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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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